好,接下來的這兩題呢,是要我們來用音式分解的方式呢,來把這兩個多項式呢,給它做一個處理。 那所謂音式分解呢,雖然我們後面的章節才會去更多的定義多項式,但是呢,音式分解其實國中也有學過, 就是把一個多項式變成幾個多項式的相乘,就像音數分解,是你把一個數字變成它的音數相乘一樣。 那我們就要想想看啦,這個a三方加上8b的三次方,第一小題,我們其實呢,可以把8b的三次方寫成什麼呢? 可以寫成a的三次方加上2b的三次方耶,所以這個東西看起來不是就像是一個大a的三次方加上大b的三次方嗎? 那有沒有記得我們的三次方,立方合的這個公式呢?在哪裡?就在這裡啊! a的三次方加上b的三次方,等於可以音式分解成什麼? a加b,括號,乘上a平減ab加b平方,記得這邊是減喔! 所以呢,如果你還記得的話,我們這個地方要用的就是什麼? 我們這個地方要用的,它就會變成是 a加b,括號,乘上a平方,減掉ab加上b平方 好,記得,你是用大a去代換掉小a,用大b去代換掉2b,所以我們把它換回來 小a換回大a,然後a加上,然後呢,大b你是代掉2b的,所以把2b放回來 然後,這邊是a平方,減掉a乘上2b,加上2b,括號的平方 所以最後呢,你整理一下,你就會得到什麼?這就是a加2b,乘上a平減2ab,加上4b平方啊,對不對? OK,這樣就把這個式子音式分解完了 好,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呢,這個27-27x,加9x平方,減x的三次方 嗯,我們觀察一下 它跟我們學過,今天所學的這些,這麼多的這個多項式 有沒有哪一個是比較像的,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嗯,欸,看起來好像跟這個 這個東西比較像耶 所以呢,剛剛官員學長有講過一句話說 我們需要來觀察的東西,就是要觀察什麼? 一個式子的pattern,形式 看它長得像什麼樣子,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好的歸類 所以你看哦 這個東西,27是不是3的三次方? 我們原本的那個式子就圓好了,圓式 是不是等於,第一個是3的三次方 然後接下來呢,是不是3乘上3的平方 然後呢,再乘上x的結果 那是不是呢,後面又是3乘上3,再乘上x平方 最後呢,是不是減掉x的三次方 所以,你也是一樣 是不是可以把3當作是a 3當作是a 然後呢,這邊是b 好,3當作是a,這裡當作是b 所以這個式子就變成我們熟悉的a三方 減3 a平b 加上3ab平 減掉b的三次方 好,當然啦 如果各位同學你非常熟悉的話 你可以跟官員學長一樣 就是我們算到後來呢 只要看 欸,這個是3的三次方 這是x的三次方 中間檢查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3的平方乘上一個x 然後前面有個係數是3 然後這邊是3乘上x平方 然後前面有個係數是3 如果有的話 好,就可以直接變成3-x 括號的三次方了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樣跳太快 或聽不懂官員學長剛剛在講什麼 我們就用代換的方式慢慢做 那我們看到這樣子 我們知道按著公式它就是 a減b 括號的三次方 那今天我們的a是什麼 我們的a是3啊 我們把3換回來 那我們的b呢 我們的b是什麼 是x啊 所以就變成3-x 括號的三次方 所以呢 你的音式分解 你就可以把它分解成 3-x 括號的三次方